今天會有去香港的Ernest先開始 然後接下來就是現場還有我跟魏耀 還有剩下四個人就等他們過來的時候再開始這樣 那先交給Ernest 所以我們只講第一天 我們總共去兩天上禮拜四大家先飛過去 然後這是HK Open Source Conference HKOSC Semi就力邀我們社群過去支援 所以我們過去擺了兩個攤位 所以我們是從禮拜四前一個禮拜的公聊 我們在準備這些東西 我應該怎麼讓它變 好我把橫的關掉 好 你看我的手機在這裡 好所以上禮拜大家通力合作放物資準備好 然後就是這樣一張一張方便路過的人拿 然後Semi也幫我們安排滿好的位置 我們這次去還蠻幸運的 就訂到還蠻便宜的一個人一個晚上share下來只要500塊台幣 然後我們是住在沙田這邊 然後從機場有直接有那個巴士直接到這邊 只要22塊港幣大概88塊90塊台幣 然後我們再從沙田到我猜是這個角落這邊 這是一個科學園 香港在這個地方跟下面下面有一個CityPore 還是什麼DigitalPore什麼的 數碼港在下面然後科學園在上面 科學園邀請了很多外商在那邊設香港辦公室 其中有一個區域很像是 其實看起來很像南港的那一區 然後他們有邀請一些Incubator跟Excelerator 在那邊設鼓勵大家創業的那種環境 所以他們也願意借給Conference做Open Source的用途 所以這是我們剛到的時候要走去做巴士 好香港就是兩層樓的巴士 然後裡頭也都有行李價還蠻方便的 然後我們在機場辦了118塊的5G吃到飽 上網卡 然後它裡面還可以 所以它還送了好像寫在背面 它還送了48塊 是你半年之內再回香港的話 還有1.5G的流量可以用 這是沙田車站巴士車站上來之後 它是一個很大的Shopping Mall 所以我們也不用跑太多地方 我們就在這裡就可以 要買衣服的有衣服 要吃東西的有吃東西 要買雨傘的有雨傘 跟各位隆重介紹一下這根雨傘 等一下日本人應該會介紹 整個行程都歪掉了 然後路上我們有看到很大隻的Snowbee 但下雨天第一天下雨天 然後後來還蠻幸運的 就都沒下雨了 然後我們就開了兩間四人房 然後中間有一個門可以打通 看一下有沒有那個門 所以這裡就成了三個晚上 還是四個晚上的駭客松的場地 就是這個門 這個門等一下會打開 打開之後就兩間打通 原本是一間洗洗睡的房間 一間是駭客松的房間 但後來就是兩間都是駭客松的房間 好這天我們要去跟強哥會合 好所以我們就去沙田搭 搭地鐵 好這就是大光 大家就出現了 對然後我們還跟Canonico的Pank會合 好所以我們要去搭車了 這邊是後來大光有查 沙田火車站是一個百年老戰 超過一百年歷史 然後這是當年的那個什麼 港九鐵路還是九什麼 有一個什麼什麼九 九龍的鐵路 所以這是很早的一個鐵道 鐵道 然後所以有的時候我們等車的時候 會有那個快快 還就廣 快速的車會經過 然後強哥也是從這邊 就搭車這樣直接去廣州 希望我的手機等一下不會飛出去 好所以我們去好像是旺角 是我們要去吃強車晚宴 然後也晚宴之前 我們先去跟強哥碰面 強哥是以前中研院的強哥 然後他現在在上海工作 然後他因為他是Geek Cafe的推廣者 然後他也帶著一些 Open Source的budget在走 所以他就到處會出現 然後他記錯時間了 他本來以為Conference是禮拜四禮拜五 然後結果Conference是禮拜五禮拜六 所以他想說來參加禮拜四的 然後禮拜五他衝去廣州參加一場廣州的 結果香港的Conference是禮拜五才開始 所以他就禮拜四跟我們吃個飯之後 他就要重去廣州了 香港是一個密密麻麻的地方 有沒有辦法挑一下照片呢 所以這裏就是 這裏就是強哥 Evan 大家早上六點半的飛機 Evan看起來很想睡覺 所以我們就跳到降車晚宴 然後降車晚宴的形式很freestyle 我們大概站著聊天聊了一個半小時吧 我們到的時候應該是六點 然後八點快八點才開飯 超級慢的 然後他們很用心的把大家都打散在各桌 所以我們七個人就閃在閃在各桌 然後C-Con的大家也是閃在各桌 差不多一桌就只有一個人到兩個人 然後旁邊就會有彈珠商還有其他的speaker 也一起出去 像我那一桌的旁邊做了一位 我右邊是一個Redhead 然後還有一個數碼港的專案經理 然後有一位是在數碼港創業的一個夥伴 好所以大家就定位 好所以我們直接跳到conference 喔雨傘出來了 這個是一個 你在這裡碰一下巴達通就悠遊卡 好碰一下之後你就跟買飲料機一樣 然後選你要什麼顏色 它就會掉下來 對對對 忘了按 對對對 對默默按了一支雨傘下來 很輕的一支雨傘還不錯 然後就出捷運站都有 然後有不同的顏色 好所以我們這裡有買雨傘的實況轉播 RJ在考慮 他被勸敗了 然後RJ就開始衝了 然後我只有照那個攝影板 另外有人有那個錄影板 應該會更爆笑 好RJ準備接刀 RJ拿取雨傘 然後RJ 我沒有拍到RJ有擺出一個勝利的姿勢 好然後這就禮拜五了 禮拜五是conference第一天 我們就叫本來要在飯店樓下叫計程車等計程車 可是等了快二三十分鐘 後來就出動Uber 然後再大家分一分 每個人大概分不到一百塊錢吧 就可以到conference會場 所以這是第一台車 然後我們本來第二台車來的Uber是這個 這是一個三根叉子的車 後來發現不是他 沒有這麼幸運 他的門好像也不夠 所以他只是路過而已 好我們就上了我們的Uber 對 什麼車都有 隔壁飯店隔壁是在吃和牛的 吃一頓好像一兩千塊港幣 我們最多只吃到230港幣 就有點快炸掉了 好然後這是已經到會場的Keynote了 然後再等Keynote 這是當地的 他們當香港當地的open source的組成 是好幾個不同的協會一起組成的 然後這是其中的一位 不是我啊 這是speaker的那個badge 然後他們背後就設計成可以快速的寫一個note 第一天的Keynote是AWS 我覺得他講的還蠻不錯 就是他沒有帶很多商業的議題進來 然後他就舉了一些怎麼去做scale 然後還有最後有一個hack 是他自己hack的一個live demo 然後他就踩到了那個never live demo的問題 他的demo就炸掉了就對了 沒有跑起來 然後他我覺得他經驗很夠 就是隨機應變馬上再跳別的東西來做講解 所以這是現場的一些宣傳單 報導完之後 我有習慣把手上的東西拍一拍 我就不用帶著一堆紙走來走去 所以這應該都是贊助商們的資料 然後有一個是conference的那個questionnaire 然後這是一個歐洲人 然後他現在在住在台灣會講中文 然後他做的一個coi 你下指令就可以把網址買好了這樣子 下指令買網址 對 我覺得他超酷的 他以前我之前跟他有稍微聊過 然後他以前在歐洲的電信商工作的樣子 所以他那個units linus系統超熟的 所以他就自己硬幹了一個python的 用下指令買網址 所以AWS這個他就介紹了很多 open source的工具 對 所以這是他原本想要做的live demo 他這樣一段一段的live demo 他本來想做的事情是去twitter撈東西 撈資料 撈關鍵字 然後再回來分析做log 所以他本來預期要跑出來的結果 是有這麼多的keywords 是他下下去要去分析的 然後全部丟進去一些後端的服務 好然後再來看一下現場的場地 這是他在二樓 所以他一樓就有一些引導的指示 然後帶大家往二樓走 然後上來 喔這是一樓 喔我是倒著走的 因為我上去聽完keynote之後要下來顧攤 所以這邊都是科學園的一樓 進來他有一些 然後還有一個博士好像是在香港做光鮮的 對然後這個場這個位置我覺得地點還蠻好的 I sorry 所以他是科學園的其中兩個building中間的一個走道 所以這個走道他擺了 喔我以為是我的 我想說Android有新的畫面了 然後我們的攤位在這邊有兩個攤位 然後這邊左邊是報道處 然後其他的在當地上班的員工 他們去吃飯的時候就會路過這個走道 所以我們會撈到很多陌生的名單 好這是我們的攤位 我們就擺了一桌是都是device的 然後另一桌是有活動 我們後來把那幾個立牌立起來 所以這邊都是Firefarts OS的device 然後Open hardware的device 然後有一些questionnaire survey 然後後來我們就把這五塊板子 把它立起來 然後大家就可以跟他合照 是一個Firefarts一夜的活動 可以看Erven的那個flickr 然後這邊有六個 在後面也有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拿 這六張是 03年的Mozilla Summit的時候 Mozilla的UX Team去做的一個survey 去survey說使用Firefarts的使用者的profile 有哪六種典型的profile 好然後我們當天就是努力的 只要有人經過我們就要照相這樣 所以這邊都是那個武器的展示 這是隔壁攤位的3D玩偶 然後我還遇到一個AWS的朋友 但他跳槽了 他跳去Python的公司 Pivotal 所以這個是 這是session room Keynote之外的其他的session 就會breakdown到這邊 大概一間可以裝個50 50到70個人吧 我覺得設備還不錯 但就是走道比較窄一點 同時要換場地的時候有點窄 還有什麼好玩的呢 現場有抽獎 好抽獎完 Apple Watch 好好好來看這個來看這個 然後我們晚上就自由活動 所以我們就先去 已經吃完晚餐了 然後離我們最近的只要做一個捷運站 就有一家Apple Watch 所以就不用去IFC跟大家人幾人 然後這裡就有一間Apple Store 你看人不多對不對 他進來就直接看重點 要看就看金色的對不對 然後身為一個工程師 就會很好奇他到底怎麼維持他的電力的 他就是平常這個架子就是充電的 他做的很漂亮 他這個電線從這裡走下去 然後他在側邊會有這些東西 是他教你怎麼用這個Apple Watch 然後你在這裡動的時候 這一台iPad的畫面也會跟著動 所以帶你一步一步去使用不同的功能 然後每一台的教學畫面不一樣 所以他就讓你去一台一台玩 然後這一張是要拍說 我沒拍我沒拍進去 iPad Touch被放到這一區了 他是整間店的最邊邊 所以難怪他要推出新的顏色 好這就是今天敗家的人沒有來 RJ敗了一台 RJ在剛剛不是經過嗎 對啊RJ在剛剛不是經過嗎 然後RJ買完之後門就要關了 這是一個夾蘋果的概念 這是有個門夾在那邊 所以我們就要去下一個目的地 下一個目的地 有點太High不知道要不要介紹 就我們強大的PANK哥 就帶我們去見識一下香港的夜生活 所以我們就直奔36樓 這個view真的不錯 但我們等了大概快一個小時才有座位做 這邊都是自費行程 這邊要謝謝PANK哥 我們大概等了一個半小時 我們又有座位做了 所以香港步調其實沒有很快 然後RJ全程講英文的那一段就 我們就跳過 想請請問RJ 好然後有個好笑的這個 麥當勞的24小時賣賣送 這蠻有趣 然後我們又再做Uber回去 隔天第二天我們又做了Uber 然後很幸運的做到還不錯的Uber 這才是Benz的 好大家叫車的時候可以叫這一台 真的 然後不到100塊 好然後隔天很有趣 這一個是一個長頭髮的 從Corelado州過來的 Linus Kernel的一個speaker 然後我第一天午餐的時候坐在他旁邊 那通常大家就會左右隔壁鄰居 就會自我介紹一下聊個天 然後就跟他聊個天 然後一開始也沒想那麼多就是 叫什麼名字啊然後你住哪裡 然後你的興趣是什麼 他就超溫和超謙遜的他就說 我就是玩玩Linus 什麼的這樣子 然後我住Corelado 我覺得Corelado的環境很好 然後你有空要來美國的時候 路過一下Corelado可以來找我這樣 然後就大家聊一聊 然後我就說那你來台北的時候可以來找我們這樣 然後來公聊玩一下 然後說Moziyah Oh Firepots很好很好 然後就一邊吃 然後就一邊聊那些 香港中式Chinese style的食物這樣 我們是吃飲茶 吃完之後 我是跟他交 沒有交換名片 我們只是拿那個背景看一下名字 他好像叫 突然忘了人家名字 但他用了一個小名 就是不是他的全名 比如說Christine他可能叫Chris 那種感覺 他就直接自稱他是Chris那一類 然後我後來就回來發那個手冊 也沒有手冊 就是Booklet只有兩頁 然後就看一下agenda 是明天的Keynote講者 然後所以我隔天就來認真聽一下這個Keynote 在講什麼 然後他是那些Linux kernel的開發人員之一 所以他就在講Keynote的歷史跟源源 跟遇到的問題跟挑戰 比如說2038年的那一秒 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他們在做什麼事情 為了2038年 然後他還說2038年說遠不遠 可是有些系統 其實你在今年就deploy下去了之後 就不能再換韌體了 所以他說其實說遠也不遠 有些東西你會用20年 所以在2038年-20年的時候 是2018年你就deploy的系統 你就會在2038年遇到車子 在那一秒鐘當調之類的事情 我還遇到一個很有趣的人 也是speaker Andy 然後他的打扮比較中性還是女性一點 然後他是在寫這個Hexe Hexe language 那他說他們 他說他們 他看別 他們這個Hexe很好玩是 別人是寫一個language 產出好幾個language 比如說寫re-end native 可以compiler出 Android native IOS native Objective C 然後他們Hexe是從不同的language compiler成一個language的那種概念 然後所以他是work from home 他們的這一個Hexe是個法國的團隊 那他是base在香港 看起來是剛畢業 所以應該也是一個hacker等級的大神 那我後來還去聽了一個 就是他base在美國 應該也是在加州在西岸 那他也是那個Mozilla的REPS 那他這一天來講的是 關於在Firefox OS phone 上頭的輸入法的預測 預測就是比如說 原本只有注音輸入法 後來有人做了一個新注音 所以新注音來修正 原本播半你要一個一個鍵 要輸入的那個選字 預測之類的事情 那他介紹的是他們 在印度當地的幾個主流的兩個語言 Vangalosh還是什麼的 所以我就來這邊學一些英文 學輸入法相關 還有語言相關的一些英文 然後後來博強就上來講 介紹CodeCup 後來第二天的大概五點 四點半之後 就有一些lightning talk 他們的lightning talk 比較沒有台灣那麼緊 沒有CodeCup那麼緊湊 但是還是有點緊湊 因為原本博強以為有十分鐘 後來只有五分鐘 所以他還是被卡了 他就在介紹CodeCup的報名人數 歷年的報名參加人數越來越多 但是完成報名所需要的時間 越來越短 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有一個東西 他問了大家有沒有英文翻譯 後來大家都說沒有 所以他就直接上了 他就說CodeCup是個大拜拜 然後他就現場教大家 所有人一起念這個大拜拜 有沒有這就是傳教士的表情 這個特寫真的拍得不錯 大拜拜 請大家跟我一起念 大拜拜 對就是這個view 然後他們的網路直播好像是用這一台 然後後面插了一個3G還4G的上網卡 然後他們就錄影直接直播 是一個 早知道就順手一下 這是現場做滿的時候 然後晚上就去吃一點 也是繼續吃港式的東西 這個真的是很可怕的東西 這樣子不要看他很大塊 你看這個碟子有多小 然後這個就有多小 然後這麼小還要切成12塊 然後我們算我們精算完之後 這樣一小塊大概是50塊新台幣 所以你吃掉一小塊就半個便當了 對啊有一顆星 然後隔天 這個也不錯 最後要回台灣 我們比較早回來 禮拜天就回來 然後我就找了一個香港的部落客 介紹的在當地沙田那一區推薦的早餐店 然後集中一個這個融樂茶餐廳 他就躲在這種住家的區域裡頭 所以看起來當地都是街坊鄰居會去吃的地方 然後一份早餐 我一開始真的看不懂 我就看說我來把它放大一下 它可以放大嗎 好不能放大 然後我一開始看不懂早餐 寶蛋奶茶 欸不對 寶蛋粉茶 然後什麼 五牛西曬是什麼東西 對 對我真的有中文閱讀障礙 然後英文也沒有很好 10點多去吃早餐 然後這是當地的通粉跟動靈茶 然後後來要吃完要回來的時候 我就站在店門口有一個門窄窄的 然後我就這樣舉高高要這樣拍照 然後後來看照片才發現老闆在裡面畢業 超嗨的一個老闆 好然後就回機場了吧 對就去機場吃東西了 機場最近多了一個MM 然後就小朋友走過去 就這邊有BB 你可以過關 你可以 對 這是MM的海關 對 然後由RES來當 然後Yellow就在那邊二稿 對 然後這個Costdown 因為我們家有這個 它原本這邊是有在剁爆一個塑膠的 所以連這個小小的模具費都要省下來 好沒了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現在我們就交給雨傘介紹者 Evan 帶著你的雨傘吧 在樓上 大光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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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大家看到那些吃喝玩樂行程我都沒有去 哈哈 對 這是個 我先看攤位喔 攤位的照片我已經先上傳上去了 就是都已經上傳到飛機上面去了 為什麼會被切掉 這iPhone 欸 Photos的BUG欸 它左右邊被切掉了 那左右邊被切掉了 對所以我說那是Photos的BUG啊 它不應該被切掉啊 所以是Photos的BUG 好吧就這樣吧 就是全螢幕的時候有BUG 欸全螢幕的按鈕都不見了 對啊Photos的BUG 對啊Photos的BUG 好啦不管它啦 就是 這是攤位 這是我們這次的攤位 就是 有這麼大的空間 非常的 鑽到的感覺 為什麼沒辦法切螢幕 好吧就這樣吧 對啊 好無厭喔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兩張桌子 然後一張就是全部都是 Foxier的照片 Foxier的標語跟那個牌子 另外一張全部都是裝置 對啊包含的 我們那一台Tablet 然後Flan 然後 Carno不是 不是Carno那個Paper啊 什麼的這些所有的 我們收集來的FiveOS 都是的裝置 這是第一天剛擺起來的 剛擺的 剛擺出來的樣子 對啊然後 哈哈哈 你旁邊這邊出現了一個不知道是誰 然後 然後就全部都是手環跟 胸張 跟貼紙 然後這邊也是貼紙 然後那卡片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 我是未命名 另外一邊就是很多很多的裝置這樣 順便打一下 然後 有點暗欸 對啊就是 兩個 兩張桌子 另外一張桌子就是全部都是裝置 然後接下來就是 我們拍了非常非常多的這個Foxier的照片 欸這是東輝 就是在大陸跟我們 感情不錯的東輝 然後有很多很多的 還有博強 欸博強變未命名了 奇怪我之前包 我之前都有打壓著不見了 其實他應該 他會自己判斷 他判斷不出來就是比較一定打欸 我之前上傳錢就打完了 奇怪 都不見了 我常常會出現一些 離異現象 然後就有Pank Pank這次就是 也是去講了一個誰選 然後剩下的時間都跟我們就是 都跟我們在一起行動 對啊 然後 剛 剛有就是 對面攤位的女生 也是他去找來拍的 這非常的厲害 把它拉一下 對啊 然後有很多很多的路人 這就是在那個 從美國來的那一個Moziliens 這個是美國來 這個是沒有講的 我記得好像說是印度 這個印度吧 這個是對 印度人是美國來的 他在美國工作 然後這個也另外 是另外一個也是Moziliens 他好像是自己 另外的事情來玩的 本我忘記了 他就是說他是白髮的愛好者 對啊 然後 我沒有拍很多那個 我沒有拍很多 會場的照片 就全部都是這些Boxy的人 然後Semi 如果大家 就是Costcard又會再見到了 對啊 在香港所有的OpenSource活動 都是Semi主辦的 所有的OpenSource社群 都是Semi主辦的 什麼HKLog OSHK 然後HKOSC 什麼什麼什麼的 都啥辦的 非常多 然後我們總共有7個人去 對啊 包含的對面攤位也是 就是Pank去請他拍照的 非常的厲害 然後這一個也 這一個也蠻好趣的 這位香港人 然後他去年就有去 去年我們就有碰到過一次 然後他是 就是在做跟OLPC有關的東西 然後他對那個 我們那個 Orinx那個攜帶14寸的螢幕 非常有興趣 因為他覺得就是那個東西 搭OLPC 就是很方便這樣 我今年又碰到了 然後還有REX 同行 還有 還有Rex的少帥少片 所以那 那 攤位就像這樣子 其實擺起來就是這樣子 一桌整個都是牌子 然後我們就會請大家去拿牌子 然後另外一桌就是都是裝置 然後 我拍的時候都沒什麼人 他走道很大 他是兩棟樓中間的一個走道這樣 然後 我這次去講了一個station 是Waymaker workshop 不算station 算是workshop 然後 人數跟我想的一樣少 還好 我本來就沒有想說會有什麼人 對然後 很有趣的是就是這個家 這 這 這兩位帶他的小朋友來 然後 結束之後 他跑過來問我 問我 Waymaker有沒有assessed 整BIT 然後我才知道說他是看不到的 對 這還滿有趣的 然後就是一樣workshop的樣子 跑出好多靈異現象 對然後 喔這就是Gandy的那個Thomas CodeCorp他也會出現 對 那 他就滿有趣的 他說我可以上傳這張照片之後 然後tagGandy Gandy love by Fox 對 那Gandy是就是有名的 沒有不是Avio的網獄廠商 然後註冊DOMAIN可以找他們 然後他們 他還特別在那邊講說 就是他們 現在可以開發票了 然後當天回去之後 我就收到Gandy的廣告信說 就是臺灣開始有服務什麼的 對啊 我今天去看的時候 跟李金主整個完全都是中文化 中文的那個網站介面 還蠻回去 不錯的人 然後就有很多很多的 大概就是這個這樣子年輕 這樣年紀的大概就是他們的活動義工 就是來參加的人其實沒有什麼學生 對啊 那學生全部都是義工這樣 大部分 要不然就是像他就是那個贊助商 這是我們攤位的就是後來擺設的樣子 好 然後 Closing 我整場我都沒有去聽Session 只有聽Closing而已 那Closing的前面是Amanda在講那個 手機OS的市場分析 對Amanda也是就是香港Mozilla社群的成員 我們去年去的時候有跟他 跟他們 香港社群聚會的時候有認識 然後他講了FiveboxOS 講了 Jellyfish 講了就是好多好多個OS的 就是都是市場分析 什麼武力分析 MicroPorter武力 然後SWAT 然後什麼 然後我把這張照片上傳了之後 上傳到Moziliens那個Telegram之後 就有人講說就是 好像就是在看 好像就是要拿很久以前的 管理學的書出來看 管理學的教科書出來看 對 他就是用那些就是 很很很久很久的管理學的那些方法來做 然後Orinx有去講一個Lighting Talk 在最後Ending的時候就講Community Space 的介紹 就是博强之後有Orinx這樣子 照了剛好照了一張照片 然後這些也是Pank請來的Pank找來的 對 就是都 都跑走了 回報走 對 看個照的 然後就是我們另外有在 板子前面照相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時間點 Orinx已經不見了 我跟畢哥已經上廁所了 對啊總共七個人少了兩個人 好 就是 會場的兩天 去了兩天就是禮拜五 禮拜六的兩天的會場的狀況 然後另外看一些香港的照片 我們住的那個地方真的非常好 就是 他是在 新界快要就是在網上就會到深圳了 所以他是很邊緣的城市 然後就是因為他很邊緣 所以他的旅館就非常的 旅館房間就非常的大 跟一般的香港房間 香港旅館完全不一樣 然後那個捷運站上面頂樓就是這個 Snooby遊樂園 但是因為下雨所以沒有開 那是不用錢的喔 然後他裡面就是有好幾個區 有很多布景這樣子 然後雨傘 香港港鐵名物 販賣機只有在港鐵也有 然後只能用巴達通買 345789 現在已經叫法休閚 You can only buy in Hong Kong Metro by the vending machine yeah and it's light and I think it's really strong because the one, I have ever won last year and it's sustained to last month yeah so I feel it's really really strong one and very cheap it's only 48 Hong Kong dollars equal to 200 Taiwanese dollars yeah yeah and only many machines and you can only buy with their metro cars yeah and then its car is limited every car is limited so it's run out then the car is run out yeah and it's gone and you have to wait for next yeah and also they have like 20 cars but you can only buy 10 cars in one machine if you want another car you have to find it at other metro station yeah it's just really interesting yeah yeah and many many Taiwanese go to Hong Kong and then they will buy one like a ULA umbrella and also they are really like uh I think they are a good brand because they they also donate 10 dollars to Obis each for each umbrella each umbrella is 48 dollars so they donate one one-fifth of the revenue to Obis so yeah it's what we call Wenchuan Pimpai the Wenchuan I don't know how to explain it Wenchuan yeah it's cultural creative it's really popular in Taiwan which is the government called everything culture creative but they are really culture creative brands 然后就有這麼多功能他很好玩他是有180日保修然後他們說就是7天內購買 如果壞掉了他們會專人送閃到你家就是七天包換這樣剛剛好玩的 對啊 然後它只有這 就是它有兩種 兩個機器嘛 就是總共有20種顏色 然後10種顏色在這個站 然後另外10種顏色你要找另外一個站這樣 總共有10幾個站有 這是不錯的閃 大家去香港可以去買港鐵名物 然後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旁邊就是一個購物中心 一個高級的購物中心 然後我們對面是一個平價的購物中心 就是平價的購物中心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就是香港一般生活消費 他們的生活消費真的比我們貴 因為你看就是 這是理髮店 就是一般的理髮店 它不是個高級的髮廊 那 起頭要 起頭要150就等於是600塊台幣 對啊 所以物價是快要一倍的台幣 然後 就 就 經過了一些他們平常日常生活的餐廳 然後這是我們旅館 它跟購物中心連在一起 然後真的非常的便宜 就是一個晚上一個人500塊而已 然後吃了奇怪的東西 淡花湯 麵 不是淡花湯飯 就真的是番茄炒蛋湯飯 這個奇怪的食物 終於回來了 然後在 在那個香港科學院 它有一間 這小小的餐廳是庇護商店 就是它是個 我還知道就是他們想知道我貼這個 他們是一個那個 孤兒院開的商店 就是庇護商店 然後 我就在那邊吃了一天的午餐 然後吃完之後我就快樂把皮包丟在那邊了 第二天的午餐 然後我倒到了一張 就在購物中心跑到 見到了一間 Ruby Tuesday 沒有啊 是嗎 Ruby Tuesday 好吧 然後有UNIQLO有好多T恤 然後在這個 在我們住的這個旅館那邊 有一個博物館 是 香港最大的博物館 啊那很棒真的很棒 香港文化博物館 只要10塊錢港幣 就是50塊台幣的入場費 然後 我那時候在看的時候剛好是李小榮站 對 對 It's a restaurant Oh right Oh I don't know that I thought it's It's like a We have Real Tuesday meetups So Ruby Tuesday It's interesting 然後 我第三天的下午 我去租腳踏車 然後在香港騎 就是騎他們那個唯一的一條 比較有名的腳踏車 腳踏車道 從旅館那個沙田往北到 到一個好不好 大概十幾公里的地方而已 大概十幾公里 13.3公里的路線 然後 這是腳踏車 租腳踏車的攤子 非常的 然後就是 看到那邊的 對然後這環腳踏車的地方 自動建築 這個紀念碑特別可以 說明一下 因為他長得非常的難看 然後為什麼長得非常難看呢 因為這紀念碑是回歸紀念碑 對然後大家就說 他準確的預測了香港回歸之後 的狀況 然後 這是木頭的 所以就破破爛爛的 然後形狀也非常的詭異 好不好 然後我們有去 看大佛 這個大佛這邊還蠻好玩的 還不錯 蠻好逛的 就是這樣子 這是我買的一個紀念品 不錯 好 這是 看照片 所以剛剛那些什麼 恩迪斯他們去的什麼喝酒啊 什麼 米其林有新的餐廳啊 我都沒有去到 因為我把皮包丟在那邊的 對啊 你們都去到了 所以接下來就給阿傑 講講就是他喝了酒之後 開始講英文的故事 什麼喝了酒講英文 那邊大部分就是講廣東話或英文好嗎 你要秀照片嗎 還是你有什麼東西要秀嗎 我想看 我可以看一下有什麼照片 我先講好了 反正就是我們那一天 我開香文嗎 不是這樣吧 雖然也可以順便秀啦 要不要畫面切給我一下 對 感謝 謝謝 200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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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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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邊你介紹的沒有啊 總之 就是那個 我們第一天下他的飯店旁邊就是車站嘛 剛剛不知道有沒有提到 那個 我們下他的飯店旁邊的車站叫做沙田車站 那他其實很生氣 他是一個已經100歲的車站了 對 他是從1910年開始建 然後就一直在原地擴增 所以沙田車站其實超級老的 非常有歷史 不過這個其實跟我們那個很老的歷史沒關係 看到都是看起來很新的Mall 然後他外面有那個Snooby公園 不知道剛剛有沒有提到 有嗎 有嗎 Snooby公園 有齁 好 所以那我要講什麼呢 除了那個飯店的廁所 還有那個房間之外 全景照 對 我有照全景照 然後他的桌子 就是這個桌子害我的那個 新買的MacBook Pro Retina 靠了一腳這樣子 上面有一個刻痕 好 那先不管這些東西 那個就是我們第一天晚上吃飯的那個全景照 反正就是大家剛報到 然後 因為七點 我們差不多快七點半的時候到 然後我們居然是 我們居然是除了工作人員之外第一個到的 那不然就是旁邊的人都講廣東話 就像我剛剛講的 為什麼在酒吧講英文 也不是因為我很愛講英文 是因為在香港 你除了講廣東話 就是講英文 然後他們的英文的地位 就有點像我們的台語 然後他們的普通話的地位 就有點像我們的英文 不是大家都會講的 所以就變成說 你不得不處於一個隨時切換中英文的那個 你的腦袋必須隨時切換語言 然後 你要先問他說 Mandarin is ok 普通話可不可以 然後通常他會跟你講不 那所以你就只好乖乖的講英文 就是這樣子 反正基本上不用太難的對話啦 對 然後這是我們哪一天的早餐 第二天早餐是不是 反正就是一個三明治一個蛋 然後那個奶茶 不習慣的人會覺得那個奶茶不太好喝 我是不習慣的那個人 對 然後他們這種麵就是很像那個小 一丁一丁那個小小的水管麵 那個香港非常普及 對 反正就是香港特色菜嘛 好 然後這個是因為我不是負責拍照 所以我只有拍一張那個就是拿看板的人 然後這是我去旁邊 他有一個號稱叫做 秋葉原的那個電腦零件店 對 對 那因為我們要去買 有一些線材缺少 然後所以我們要去買 然後就剛好看到 我前公司的產品 我就幫他拍了一下 那旁邊還有Synology的 那個我就故意把它的logo開一半 然後旁邊還有那個華雲的 那個就算了齁 對 然後這個是會場二樓的旋景圖 對 對 我想刻意把這邊放大一下 對 對 因為這個要特別講一下 這個剛好是他在走路的時候我在拍 所以這個同一個人出現了三次四次 對 對對 然後第一個還是腳是隱藏的這樣子 對 然後這邊是 這邊是那個Red Hat 不知道為什麼那一塊總是模糊的 那我就NOS了 對 好 欸 好 那這是那個第一天的那個抽獎時間齁 我們偉大的博獎啊 他就剛好抽到了獎 然後上台領獎 我就幫他做了兩張特寫這樣子 然後 當然我跟Orin也抽到那個藍牙喇叭啦 那是題外話了 然後這是什麼 第一天晚餐嗎 就是那個 總之就是一個奇怪的泡飯 我突然覺得叫那個InstantNoodle比較好一點 對 然後這是那個酒店的夜景之一啦 那外面就是那個ISF那一區 對 那這是那個酒店附近的那個Sansport 我覺得還不錯 我就把它拍下來 那MAY還不錯 然後就是 那邊就是有燭光有酒 所以喝酒的FU很棒 然後 然後這是外面的那個酒榮公園 維多利亞塔那邊 對 剛好 那邊有星光大道 然後有那個李小龍像 也剛好配合剛好那個Irvin去看李小龍展 那邊有李小龍像 對 那就是 反正大家喝酒了就很盡興隨便亂繞英文的地方 對 就這樣子齁 好 那個就是其中那個一個長印 這是李小龍 可惜 因為星光大道漸層的時候他應該早就過世很久了 所以沒有留下他的手掌 對 那這李小龍像 我可以模仿他做一個動作 可是不太像 抱歉 對 那這是那個從 從他那個叫做什麼高 那個他那顆蛋叫做Titan Capsule 對 然後從那個他連接到Titan Capsule的走廊 往其中一邊拍的那個Science Park 然後經過Google透露過後的Science Park 好 然後這是柏翔的Lighting Talk 那個大拜拜真的是非常經典 不知道剛剛有沒有展現過 對 好 大拜拜再一次 大拜拜再一次 大拜拜 大拜拜 大家跟我一起唸 大拜拜 大拜拜 好 總之那個佛強演講特寫當然要一張 雖然我不是那個管理員 那這就是我剛剛說的Titan Capsule 那個應該叫做高坤紀念館是不是 還是什麼 會議室 對 反正就是那個所 我這是那個香港開演員的年會所謂的Roomling 就是在這一個蛋裡面 然後再一張蛋 再一張蛋 再一張蛋 好 那這是那個第一天的那個Snooby 我這次又幫他拍了兩張特寫 這比較清楚 因為第一天我們去的時候那邊下雨 所以外面是0 那我們這是第幾天還忘記了 總之天氣很好拍的Snooby也比較亮一點 然後這是那個沙庭車站那一棟末樓上拍出去 香港的景象其實我非常的印象深刻一點就是 你看他的高樓大廈都蓋在接近三腰山頂的那種高度 就形成一個非常特別的景象 因為在台灣很少有這麼高度的那個高樓大廈 看的有點不太習慣 我常常跟開玩笑 我在那一段 在那邊在香港旅遊這幾天我常跟旁邊的人開玩笑說 那個就有點在香港就有點像是4比9畫 16比9的畫面被縮成4比3那種感覺 就是你看到的什麼都是長的 公車他們的巴士也是長的 大廈也是長的這樣子 然後路又沒有很大條 對 路就比較窄 然後這是我們去吃的那個 叫什麼東西啊揚之 就是 維尧你還記得那個名字嗎 那個嗎 對 下面有羊汁甘露 沒有啊對羊汁甘露 呃羊汁甘露還是什麼的 反正就是綠茶冰淇淋加那個西米露跟那個 跟芒果 對 還有這應該是椰子汁吧 反正就是一個還不錯的食物 對 然後這是那個ISF 從那個地鐵站走出來它上面有個彩帶 不要懷疑這個沒有轉就是這樣子 不是我忘記轉它喔 那這是另外一面那往外拍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之後它裡面有一個圓形的拱 大堂那我拍一張全景嗎 欸這個沒有拍全景 好 欸 這個就是那個潮到出水的Apple店 你看到前面有一灘水就是這樣 照片都濕濕了我螢幕也濕濕了 然後去拍那個Apple Store著名的透明樓梯 但是香港不是每一間Apple Store都出了透明樓梯 我還記得我上次看到透明樓梯 是在那個阿姆斯特丹的Apple Store 對也是這樣子一個透明樓梯 然後有一個蘋果這樣子 然後從Apple Store往外拍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一邊算是那個渡船頭吧 對 然後有那個摩天輪 摩天輪再仔細拍張 然後這一棟應該叫什麼 香港匯豐嗎 反正這一棟還蠻有名的 香港匯豐嗎 就是 這一棟叫什麼誰知道 我忘記了 反正這一棟很有名阿 可是我忘記它名字了 是匯豐嗎 這 那 反正就是特寫在一張 然後這個是那個 著名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東西阿 馬卡龍 對 想到 要想到馬英九才想起來馬卡龍 對對對 他那個ISF著名的馬卡龍店 可惜裡面的照片不能拍 我要拍他的燈飾 然後被人家阻止 所以我只好這樣子外面拍 門口拍一個 然後旁邊兩個 再拍一個特寫 對 然後這個是我們最後一天去做那個 纜車 對 那基本上就是他的票 我們排超久的 排 排隊應該大概是做纜車的1.5倍到2倍時間吧 對 回程也是這樣子 對 然後 反正就是纜車 然後這是從纜車上看到的那個 赤拉角機場的其中一角 然後再多一角 再多一點點 然後這是往回拍 然後再多一點點赤拉角機場 赤拉角機場 再一個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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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一個那個 那個纜車的中繼站 他沿路大概有四五個中繼站 我們忘記了 對 然後這是其中往外拍 這好像是通道 這是要通到哪裡的海底隧道 忘記了 那個大奧門 對 這是大奧門的海底隧道 的那個建築的情況 對 反正就是在一張特形 對 然後這張主要是想拍那個 纜車站啊 大佛啊 對啊 只是大佛剛好 大佛的頭被電線擋到了 然後這是在那個 那個 海底隧道再一張 再一張 其實我只是想拍他的山坡地而已 還蠻漂亮的 然後這個大佛很清楚 旁邊那個人的人頭也蠻清楚的 對 再一張大佛 然後再一個那個 反正這基本上亂拍 然後 之後我們就到那個 下了列車吧 就 這個是什麼台啊 反正就下了列車之後 下了纜車之後就可以看到那個觀景台 然後有個大佛 嗯 這邊沒有調好距離 然後這是那個什麼市集 忘記了 那叫什麼市集 有那個與佛同行 有那個與佛同行 然後好像是 香港的電影是不是 對 反正他們在那個 就是有相關的活動啦 與佛同行 然後會覺得很妙 與佛同行是 到西方級的世界之類的 對 然後這個是 就是我特地去拍這個看板下來啊 注意看那個 那個 其實還蠻貴的 肉燥飯啊 蘇白飯啊 會覺得說那個價錢其實是台幣吧 不是港幣吧 你要知道港幣跟台幣是一比 就是 對 一是 這是 這是港幣 這是港幣 對 就是等於說你在那邊吃一碗乳肉飯 大概要210塊台幣 天啊 很貴 就是 所以我在那邊得到一個結論就是 你在香港有一個東西買得下去買不下去 你把它乘以二當成台幣 你就覺得你買得下也買不下 可是還是很貴 就是這樣子 它是直接城市 這是已經台幣了 對 然後 這是那個 什麼市集 剛剛講的 對 然後它就是有那個活動啊 大家猜得出來那個 它這四個人分別是誰嗎 不是選月叉 不是選月叉 你覺得那邊會有選月叉嗎 好 好 從左到右分別是月問白髮魔女 然後這應該是令狐抽 然後再來是李小龍 對 然後這是它那個 很懷舊的那種電影院 對 那再拍一張 總之就是 夜問李小龍加白髮魔女 一整個很神奇的組合 對 那是叫昂平市集啦 這是它其中另外一個路口 然後 總之隨便亂拍一張 它那邊剛好就 因為那邊剛好附近有纜車嘛 所以它就有展說 各國的纜車長什麼樣子 沒有台灣還蠻可惜的 對 然後這是它那個大佛下面有一個 類似坦的地方 然後那一天的就是 基本上你會覺得山很近 然後你看不到山頂 就是 上去之後就是烏茫茫的一片 然後那個就是所謂的回歸 回歸頂 那個最前面那是回歸頂 反正不重要上面寫一些很和諧的字 那那個 看了之後看之前 如果你有高血壓最好先吃一下 那降血壓藥 對然後你不要看這樓梯很近喔 其實整個超遠的 我跟大瓜爬了半死 欸大瓜很累 欸大瓜很累 對我跟大瓜爬了半死 在沿路休息了三次才爬上去 對這個那個真的是超累的 對不要看這樣子好像很近一下就到了 這是 不過樓上還不錯 對那這是 就是大佛旁邊的幾尊雕像 左邊三尊右邊三尊 對那這是從下面拍的大佛 然後下面長這樣 可見他很高其實就很高很動 好那這一張要特別拍是爲什麼呢 是因爲H是不行的 所以我要特別拍一下 對因為他少了一個H 而且那個H很明顯好像就是被人家那挖空 所以我就說這個H是不行的 那個老梗終於用得上了 對 好那這是飛機 所以這是最後的晚餐不是最後的午餐 最後的晚餐 最後的晚餐 吃完這一頓我們就要回香港了 然後 說回錯地方 雖然這一頓要回台北 台北了對 然後這是飛機外 飛機外 在香港吃到腳機場的體積品 然後這邊是已經到台北了 那大概就這樣